你可以没来过沈阳 但是你一定要尝尝沈阳的李海龙麻辣烫 他家麻辣烫黏黏糊糊的老好吃了 每次去他家吃的时候排队都要等上半天 有微辣的和特辣的两种口味 打开以后里面是满满的酒包料 水开后先放入粉包 再放入酱包 先调个汤底 再放入蔬菜包和面条 我自己又加了点丸子和供菜 煮个三四分钟 再放自带的辣椒油 芝麻酱 陈醋和麻油 就他家这样黏黏糊糊的麻辣烫 想当初我连吃一个月都没吃你 嘎嘎好吃 你也快去试试吧